不管第二首第三首 搬猫咪应该是 W他也可以拿杰斯 因为W的杰斯体系打的也还挺成熟 奥拉夫 之前好不容易有一场赢的那一场 是中路让斯坚拿了杰斯 奥拉夫现在前期真是太猛 我们看他有73%的胜利 就是把泰坦给搬掉 搬泰坦的意思就是说我要选猫咪你搬不搬 那这样也有可能就是说 宋宁搬猫咪放杰拉斯出来 猫咪就怕两个英雄 其实就怕牛头和泰坦 就怕那种强开的那种 强开AD的 因为猫它是 它是一个寄生物嘛 AD死了自己 那现在是刘杰斯刘瑞斯和刘萨拉斯的 哦 刀妹也在 刀妹也还在 W如果先抢猪妹的话 苏妮可能要被迫拿刀妹 猪妹锁下 苏妮这里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选择 现在是可以 他可以第三手拿挖斜机 现在先拿两个C位 但这个赛季苏妮还是没有使用过刀妹的 应该会有练 因为这英雄键还挺强的 对 如果他不 现在主要是老被班 就是不容易拿到 塞拉斯加杰斯或者加个瑞斯 其实倒也不急 反正W这手应该是要拿刀妹的 他这把就是打也真不急 因为包括前两天我们看到巨魔也有 对 巨魔这把好像是个挺不错的 反正W这边中备已经露出来了 拿雷克赛 还是要拿雷克赛 其实我觉得雷克赛可以第三手去 现在可以再拿一个 他想看一手 他想看一手W的二三楼 反正你也拿不完 你就是一个刀妹 要么加杰斯 要么加瑞斯 这是要选的 雷克赛要选其他的 雷克赛走下 走下之后 W是可以拿刀妹 然后再加杰斯或者瑞斯的 杰斯其实也可以配 杰斯也可以配竹梅 因为他开W 然后开进展形态上去 也是可以秒效一个被动 然后如果说W他不想拿刀妹 还是要拿 刀妹杰斯 这个阵容有点偏菜刀队 那大舅子有没有可能拿AP卡莎 或者说是自己来个发条之类的 因为我记得去年夏季赛的时候 W一直连跪 然后主场首胜都没拿到 当时就是赢的苏宁 然后当时他的大舅子就是拿了一个发条 包括他拿这把拿EZ也可以 现在需要去补一些魔法输出 这个版本EZ去做一些AP伤害很高的 第二轮 鳄鱼拿个线霸 他也不是怕 不是很怕W这个选择 现在选择是索下的上中野 下路都没选 宗宁这里可能要针对一下 MISTIC的EZ之类的 我觉得卡莎EZ两个半位搬掉吧 主要这两个要提供AP输出 这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把维克托都搬掉了 考虑到下路有可能维克托加塔姆 考虑到好长远 因为MISTIC很喜欢用塔姆 应该不是说他喜欢用 是大卫喜欢让MISTIC拿塔姆 而且因为大舅子经常拿这种 没有位移的AD 他虽然输出高 但是容易死 所以MISTIC要拿一个塔姆 我们看怎么办 有这种话大卫可以把 打西维尔可以搬掉 卢西安 搬老贼这个招牌英雄 老贼最招牌的几个英雄 卢西安 静 还有卡莎 都算是玩得比较好 苏宁继续搬 你刚刚有提到的发条 发条现在 发条也得配塔姆 你不配塔姆没办法 强保护的那种 W1就只能赌一手 看苏宁不拿塔姆 如果苏宁不拿塔姆 那W1就可以选 拉克斯 但是这把拿发条 其实跟W1的上个位很搭 这三个人都可以带球过人 这边看W1的下路 这一手怎么搬 如果要选择发条的话 搬西维尔其实挺不错的 因为发条前期推线 是推不过西维尔的 发条前期他推线 如果说要跟西维尔对推的话 需要频繁的使用技能 太好玩了 考虑一下 他搬家里奥 那现在在赌苏宁不拿塔姆 苏宁看拿不拿 他如果不拿塔姆 W1是有可能塔姆加发条 或者拿个其他的一批走下 你说会不会去抢一手 布隆呢 布隆 其实W1也可以拿 因为这是一个 辅尔卓德体系 它是一个 它这个控制 苏宁是很怕的 先拿老贼的高伤害英雄 大伙还有洛的 洛是现在放在外面 如果现在单拿洛 W1有点太拼了 所以现在要么是发条塔姆 再要么是一个传统AD 就是一个EZ加布隆之类的 会好一点 或者是卡莎 也可以 卡莎现在也是可以出 摩切 然后再来一个 杨刀和纳什吉亚的那一套 考虑一下 W1还在想 我们拿吸血鬼 这个AP 现在走下路 确实慢慢变少 我这个吸血鬼 之前 之前Viper特别喜欢用 这边是直接 把下路下路给拆了 硬拆 但其实这把落 它也不需要承担 什么下路的保护作用 对 它不需要保护 它这把跟着猪妹去玩 完全可以 吸血鬼反正 自己可以保护 保护自己 吸血鬼反正 Q技能点满了之后 它的这个献权 不需要受到担心 甚至还可以威胁到AD位 苏宁这里 最后一手 怎么选服 其实苏宁开始 放了一手给W1 但W1没有选 而是拆了下路 这把W1的这个阵容 有点开心啊 反正下路现在ADC 都没有啥用 那选个吸血鬼在线上发誉 你这个过分了 是不是就没有啥用 不是ADC现在在下路 确实就没有决定 比赛方向的一个能力 应该说是 尤其是 你不拿到西边尔 这种英雄的话 他嫌弃就没有什么 决定方向能力 那你前期打上中野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W1这把上中野又强 他都是可以触发中美被动 而且 这把完全可以 就是说Mace那个一个人在下路 然后落三阶之后 跟着中美去保护一下 他这个野区的资源吧 因为中美他毕竟前期 是一个比较偏弱势的一个打野 双方正有选进就绪 这一把看 腿哥的回归之战 自己这个节撕完的怎么样 这种选进就绪 W的中野 这可是现代版本最强势中野 刀妹加猪妹 这个刀珠都放出来 感觉有点小失误啊 但是你仔细一想 对于红色方来说 苏宁他的班位又不太够 就感觉这个版本 三个班位是不是有点少 第一轮 主要是因为 他要翻猫咪 又要翻剑魔 这红色方承担的班位 会有点亏 就你现在发现 基本上LPL每个队伍 他都会有一首招牌 什么派克 猫咪 拉克斯 每个队伍都可能会有 这样的一个招牌 然后还有暴女什么之类的 你要有一个个人针对班 那再加上一个 比如说可能要 建模 对建模 必须承担 留给你的班位就没了 其实相当于只有一个班位 对 这种如果你要什么 挺而走险 放建模出来 那就太扯了 因为之前放建模出来的 在LPL 全赢了 对 现在建模在LPL就很厉害 不像LCP那边 开始放建模出来 暴打建模 而且我当时还很好奇 就是LCP那边 为什么建模的胜率 没有那么高 然后我就装装去查了一下 都打什么英雄打 结果什么英雄都可以打建模 他们的打法就是 你开大招 我溜溜溜溜溜 大招小时 上 上 对 就这种打法 不像是我们LPL节奏比较快 就是一波团战 可能就是 就会分出一些结果 LPL就是建模开大了 给我打死他 就是我死了锤的那种 对 所以有时候 你看到建模 自己建模还没有死 然后自己这边死光了 这也是有 所以啊 这个LPL的建模 是比较契合的 因为建模的这个大招机制 但是在LCP那边 它可能刷不出 就是刷不出 那个延长复活 这把两边的阵容 都是有的打的 中前期上中也都很厉害 然后下路组合到后期 又有Paris空间 只是说这把老贼 老贼的输出环境 可能会有一点受到限制 因为对面三个 我看9577 和Mistick 这三个英雄 都是往前突的 那老贼这把 会稍微有点难受 我感觉 然后这场的话 Mistick他到了后期 他的这个输出 就是输出面 伤害面板 还有他这个输出环境 都感觉很不错 对吧 毕竟吸血鬼 因为左边的这个控制 都不是特别稳定那种 就直接盖上去 吸血鬼就控制了 这种控制还比较少 除非说 咱们洪洞上去 那还是有可能 但说实话 就W这个阵容 它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们老说的 它没有ADC 没有ADC的话 它其实推塔是个问题 还有它在烈士的情况下 尤其中期 吸血鬼没有发育到 自己最强的时机 然后上中也 如果是烈士的话 他们很难受得了 苏宁的一个推进 对 这把W的推进 如果说上单不来 那这把正面推进 是很难的 所以梅塞德斯奔驰 五位共联盟 一起进入BO3的第二场对决 蓝色方W 红色方苏宁 L票唯一指定主队 老干店 每个赌场都可以听到 一炮 打到 自己爱丽出去 应该是这要打到 这场的话 双方带的一个 召唤是技能 看一下 福恩天赋 都算是比较的常规 整体都算是比较常规 这场的话 微微是带了从认 从认了一个赛 现在从认和征服者都有 但是 如果要从效果来说的话 从认会前期稍微厉害的 他征服者必须得要自己有装备才行 这边F6的话 有一个孙宁的视野 双方都是红开 这边猪妹是从下往上开 另一边杰斯应该开始 抓眼卫做眼卫 他做了一个三角操眼卫 最近很少有看到猪妹不带金猪皮肤的 觉得进来双方打一套 但是杰斯是远程 所以待会如果再换血 有可能稍微有点亏 这两个上路 有点难打这个结果 这把好像开上校 是比较抗W1 不过是在39分钟 差不多40分钟 就是大家可能看完这场 比赛没看完 要去伤色手的这个时间 开上校就觉得双方是一个军事 开上校认为 都打了39分钟 你有吸血鬼都没有能够打赢这把比赛 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因为苏妮这边也有霞 霞这把其实他的发挥只是相对的 因为虽然说他的生存环境会受到 比如说像杰斯啊 刀妹这些英雄的限制 但是刚好也是因为W的突进比较多 所以如果说四方老贼第一波活下来 他这造沟就能打出很高的伤害 而且毕竟还是有塔姆的存在 这场塔姆的重心 还是要围绕到老贼身边的 但是这个下路组合 其实和上瓦一样 红色方的下路组合是可以推线的 然后蓝色方的这个下路组合 它是属于一个险就会被压陷 因为吸血鬼险去推线是真不利的 等一下他好像就是一个金猪 他就是一个金猪 可能 颜色 对这个猪颜色不太一样 金猪 对因为我看到他身上的这个钱币 我觉得就很过年 再来看一下 这边两边打野 两边打野刀月 但是不敢动 主要是因为薇薇看到自己中单被推线了 中路被推一波 中路这两个英雄的话 从伤害面上来讲的话 Maple这边的话 他可以通过被动平凡的去推线 西野这里可能就要稍微耗点蓝 双方是换河蟹 都是开一个半区 开完红区 然后去开另一个半区的河蟹 不过到目前为止 背伤这个猪妹 他前进的野区节奏 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就是刷完嘛 现在只要刷完 等到二十八刀 然后再出来干 或者回家 这把其实 薇薇中路反蹲一下 只要留鼻翼双刃 在挖掘机上来 第一时间给他运助 很难做到事情 这里要动过 这一炮没有打中 这一炮没有打中 想要留 但是应该也不是特别好留 硬到 留住了 但是在塔下 会是不好跟伤害的 这一个也是直接往后溜 应该打野开始是有说 就是碰到了猪妹 那猪妹在上刷河蟹 我在下刷 你要小心一点 其实这把的话 在六级之前的猪妹 薇薇是可以去入侵到 猪妹的下半野区的 因为毕竟想要加塔 我们在前期是可以压线 压吸血鬼的线的 但问题其实就是 因为开始这波压线 压完之后 吸血鬼倒是会有推线能力 而第一是 第一波刷野的话 是刷下半区 所以这个野区 刚好刷的时候 自己这个线又回来了 就背上他刷下半野区 等这个野带刷的时候 自己下路冰箱 就会恢复正常 上路两个人 前期这一波干可是 赚了一个 标标的TP TP差 957倒也不急 毕竟自己是个远程 长手英雄 可以变换的英雄 伸缩自如 能长能短 那孩子就要 就 想说的不是这个 但是这把杰斯的话 他其实在上路 他得有优势 毕竟是个杰斯 我们知道杰斯这个英雄 他一定要靠前期 自身的一个优势 然后能够辐射到别的路 就是尽量能打转线推塔 这个TP出来 我腿阁也好 这 直接布甲鞋套在身上 打鳄鱼布甲鞋的 这种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而且 宋宁的打蚁 因为是个挖掘机 也是个ED输出 所以他出布甲鞋 效果也还挺好 前期这种鞋子的移速 是非常关键 鞋子这个移速 是能够看你在追击 或者说逃跑的时候 能不能多A两下 或者能不能走掉 对 而且他提供的那些护甲 其实在前期这个装备 就是能够提供的 已经算是比较大的收益了 高性价比 下路的话 侠也是交错自己的踢 他要下路持续给到压线 因为这辅助跟中路 已经是路进到对方 也是 直接吃走了 这大的 好吃 直接转一个 这边四方老爹非常狠 他直接来了一个死刑宣告 来对阵汽血鬼 这个重点 就划出来 上次我看到这个出装 就是在前两天 一百大道打CG的时候 孙哥 Codison 他是掏了一个这个出来 当时是打 应该是半合阿富博的 一个情侣下路 其实吸血鬼上单的时候 很多上单 AD上单在面对吸血鬼的时候 也会选择第一件 出死刑宣告 这个出死刑宣告 真是太无奇了 他其实 他先出死刑宣告 是想打东西的 这个是不是想 帮忙跃他 但是这两个英雄 无论是落 还是吸血鬼 都不是特别好跃的 但他如果又只是想打现场 强势 出成装会更好 他的这个出装 感觉就是想要 在前期的时候 做些事情 可能是小哥们团战 下半区的这个视野 我以为做得很充分 包括前面第一条龙 要刷一下土龙 土龙的话 孙宁还是有优先争夺的权利的 毕竟下路压线 对 不过大舅子 土刀工地还是好 虽然说自己有被压线 然后吸血鬼 补刀也有点难 但是他在下路 补刀没有受到太大的限 没有落太多 背伤在这边排眼 要排下半区的眼卫 因为宋宁已经开始 入侵三角草了 他是做了三角草的眼卫 还做了一个三角草的外眼 说明宋宁可能要冻下 那W也是赶紧集结打野 和中单 法科刀士也做了 但是背伤得赶紧刷到6级才对 现在薇薇已经6了 中美没有6级的话 他打小规模团杖 给到团队的帮助会少一点 经济差距 现在平补补刀 是补出来了一些 上路也在补吃线 中路这里 两边还打得算比较挺 挺合的 对 打野没有说是 来中路搞一些事情 虽然这个中野 W是非常强势 但是Maple是不给机会的 他每一波都是你推 你推完 我再塔下吃 这波要占卜到雷克赛 雷克赛的位置被发现 看到了 在前期的话 两边打野这个节奏都比较偏慢 W也并没有因为对方打野这个猪妹 而去平常的 就是也去欺负人 欺负猪 人和猪在一起 对 坐骑 那是他的坐骑 但有时候我丢下猪跑 上路好像 一直没打出太大效果 主要是因为腿哥 他在线上比较稳 我看鳄鱼消耗 他也不疼 然后腿哥打人也不疼 因为鳄鱼也有回复 两个人都是个不加嗨 然后前期杰斯 连巨石短命 现在也没有做出来的话 伤害也就到这了 我觉得杰斯这把应该是要幽梦加黑切的 那种纯破格装不太适合这个 因为孙宁是有比较两个后世的前台 有塔姆和鳄鱼可以顶他前台 可能搞入侵了 要欺负 塔姆来了 现在倒是逼退了西叶的位置 蓝buff可以 这 是被瑞瑞给拿到 反正家里还有一个也无所谓 孙宁这一波是让打野拿一个蓝buff回家补给 然后再出来给最终他拿蓝buff 但塔姆这波动的就很随意了 因为他下路快一个霞 本身下路霞可以压线 前期的话吸血鬼又不会对霞造成什么生命的威胁 生命的威胁 那所以这把塔姆其实可以老动 只要反应够快一点的话 一般来说吸血鬼和洛适很难对霞造成 这里直接给大招 要动没否 但是旁边有个人啊 这也没蓝啊 后续猪来了 而且旁边这里一个Q技能再接一个大招 这里微微上来但是有点危险 被吞了一口 吞到障碍的肚子里障碍的吐出来 同胞这一波打了一个平手 打了平手 不过这还要打 背上好像有点问题 这波看到Messick过来了 Messick这波过来还要继续打吗 霞还在赶来的路上 E技能最少没动 主要这一波打是吸血没什么蓝 他如果这一波自己蓝稍微多一点 应该还算比较好打 他一开始就想是用自己的大招 然后人进去去留一下人 等着猪妹跟Messick一起过来 但是没想到 孙艺人这么多 主要你想 洛加上猪妹再加上刀妹 他们的输出只能靠刀妹去打 而刀妹又没有蓝 第一条龙 这边是让孙艺拿下 有没有拿下去说 强没抢到 不过这里好像为时有一点危险的 塔姆过来想吃一下自己兄弟 听跑道 一技能一中 猪妹后这里想杀单自己蓝不多了 一个W再加一发 平A打出被动 自己手下一血 虽然老贼是已经支援过来 但是是没有蹭到东西的 看了一点 微微的话这波拿了土龙 然后人头又是给到了赛拉斯 孙艺还是很赚的 主要还是因为上一波 那个那波对战 然后W招了比较多的召唤是技能 我以为刚才那个位置是有一点深入 在那里打龙 但是还好龙是拿下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龙是拿下来 然后因为苏尼人支援得很快 所以WZ也是选择往后撤 这两个没啥伤害 打不了 这波Maple它是Q一到 然后再接Q 自己最后一点来 W加平A W平A 如果世界刚才比双刃拉到了的话 可能能走 但是没拉到 才老被留住了 现在前期W又是陷入劣势 这个劣势倒也不是说特别大 不会影响特别大的战局 但是本来说这个上中也应该打出来的 现在打野劣势 那配合刀妹的一个联动 也没有打出来 现在的话 看一下瑕谷先锋的这个节奏 W没能留住 但是中备过来 回头打一套 这里是开了一个落的大招 要留 要走 那个是偷来的 偷来的假大招 他是留了一下对面的人 然后但是只是大招加速 然后走而已 他这波其实有闪现 但是他想了一个最性价比高的方式 是偷大招 偷大招跑 因为他如果闪现的话 他一技能是躲了落的台 然后再偷一个大招 给一个加速输去 现在经济 倒是也没拉开 对W来说还好 可以接受 但是珠妹和高梅这个联动 什么时候能打出来 目前没有看出来 这样比较完美的一波联动 但其实可以感觉 大卫他是想通过 这两个英雄的联动性 去找机会的 只不过刚才上上面一波 西野没有拦 不明想要动侠五千锋 但是W的人是已经发现了 现在的落也是赶了过来 西野鬼这波没有踢P 但是他好像没有往这边走 如果这波正要打老贼 是可以踢过来 但是老贼这波下路的线 是被回推了 所以他得先处理兵线 W如果这波要动的话 四野ADC是可以踢过来的 西野五千锋先拿下 这个位置想要动 鳄鱼直接进场 这里是隔断了 悲伤和西野的一个位置 W的阵剂有点分散 九五七这里是不好走了 人头上挖掘机给拿了下来 而且老贼是为了求稳TP过来 这里算了这个开车 回头是给了自己一个精神 想保一下自己的命 Mipple这也是非常讲义气 想要保一下自己的辅助 而且用闪现躲掉台之后 这里再进场 我以为是一个大招 受到了悲伤的人头 再一个可能是把西野给收下 最后没办法 BC只能交出闪现保持自己的命 W这波要打实在是有点 太莽撞了呀 他ADC是来不了的 是 有点牵强 就不管怎么样 老贼最后还是踢了过来 而且鳄鱼这个时间点 他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 虽然老贼这波是一个000 但是第一时间看到了 苏尼这个TP下来 W1还是选择往后撤了 而且打的最好是什么 打的最好是BewBew 我们看他在这一波的时候 他直接开个大招向前 是把中野和上单和补助隔断了 卡住了 卡住了这个位置 导致这个时候 终于也没法输出 然后正面是在被白打的 其实以为Mason的大招 还有W多的放的还可以 但问题是比较缺伤害 这个时期 这次真的凭自己开着一个 也不是独轮车吧 打野想上车 但是没给上 一个人吸引火力 开个秒表 由后续的Maple兄弟来补上伤害 然后由雷克赛兄弟来完成收割 雷克赛刚才应该也不是不想上车 主要是因为现在 他是必须得拖战三秒 因为打出了征服者 对上也非常高 这把的发挥非常不错 因为塔姆之前 就很多塔姆在W削了之后 他利用这个大招 去当做又一个W去使用 然后大招又削了一波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结果 一个人上车 孤独之处 这一波打完 W前期的劣势已经很大了 而且这中野 是一直没有声音啊 被压得有点太厉害了 苏宁现在倒是挺舒服的 现在虽然老贼他是补刀被赶 被赶得上来 而且自己没有助攻没有人头 但是他应该有吃到塔姨 对于老贼发育应该是一个正常发育 而且上中野现在很肥 并且犹豫威威有一块表表 待会他第一时间进场可以收一个 然后再保自己命 现在中期的话 目前刀妹跟中妹联动起来 感觉就有点打不过了 有点打不过的话 他们中期的这种效果 打不出来只能靠后期吸血鬼 15分钟 快16分钟 卡皮已经消失 但是苏宁还是在中路招出来 峡谷前锋 想要破W的战略要求 W这个阵容好像有个问题 就是清线服太厉害 也撞 撞了之后还有一点血 前面提到的缺乏射手的一个阵容 就一旦说这个阵容前期面对劣势 面对苏宁的推进的话 他们是很难防守 苏宁还控制下这条水龙 苏宁的阵容打龙 还算是一个中等的 中等速度 他如果有土龙和水龙的加持 打龙会稍微好 因为水龙他在打大龙的时候 是不会中断的 然后土龙下条也是苦 如果苏宁控制 现在对于苏宁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对于W来说的话 目前这个时间点差了2000块钱 这2000块钱也不是特别致命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东也没打出来 他就只能靠自己的吸血鬼 到后期才能发挥了 对 这里开车过来 想要抓 这边是带了一个老贼的 原地开个精神 为保一下自然命 这里应该是可以重新拉开 不过老贼这里好像不去不挠 还想继续上 这个道工没有拉到 没有拉到进步 然后伤害是打到了 Messick的身长 虽然说有此行宣告 但是BDMessick 现在已经来到了时机 他Q性能CD已经拉满了 再推下下路塔 这塔是有队可以推的 稍微拉一下 再打一个爆破出来 后来打出来下塔 没办法熟 这边苏宁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一血塔 虽然说比感觉LPL平均一塔时间要晚了一些 但是这一把苏宁是打得比较稳健 感觉跟上一把我们后面看到的苏宁那种打法风格还是保持的一致 就已经能破下猪皮 再要破一下中路 中路破完苏宁再把上路破了 打B前就很难受了 因为他B前一直过不去 这几个英雄 他手线能力都不厉害 亲切能力也不算特别快 现在这个时期是WE最难度过的时期 然后下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大龙刷新 大龙刷新的话 他们又是会因为兵线的问题 导致失去大龙争夺的优先权 现在WE如果要赢就只能等 等大牛子有不发宝珠 再有帽子之后才行 但这两件装备出来之前 苏宁可能已经退到二场了 道主且长了 回城苏宁有一波装备 在整体WE的装备中单 因为这个三项太贵了 所以西叶装备是有点差的 而且下一件如果想要打团 是只能出血手 但他出血手 亲切能力不快 想要动 西叶 这边是直接丢了一个猪魅大招 丢空了 这个甩局没有甩得特别好 左头挂兵没有开 旁边WE看了一下 也没有想要继续深追了 选择放弃了 这一波打完之后 还可以接受吧 因为对于WE来说 他下一波团战召唤师技能都在 他其实是可以拼一波 他拼一波就是可以让 如果让Mistick拿人头 这样换人头 对于WE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对 主要就是说 苏宁这里容夺率比较高 如果说让苏宁这里打一波 就是完美团战 拿完大龙WE就很难打了 因为他这个人手高是守不了 他如果让对面拿大龙Buff 苏宁三路奔推 他有可能要直接被破两路到三路 这就太恐怖了 对 就其实前面每一波看到 Mission的这个落开的 其实还是可以的 在后输出跟不上 跟不上 主要最关键的那一波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形 刚才鳄鱼 鳄鱼隔断了 VV有卡在那个位置 好 打在鳄鱼身上 鳄鱼再把眼给排一下 刚才在争夺上半区视野 主要是W想推这个上路 他尽量给自己拿点精气 嗯 书妹也在旁边 这里是想中的 但是VV应该是 诶 交了一段E 这段E交完 往后拉一下 还是很谨慎 没有继续往前走 再勾引一下 但是撒脚草 VV过来赶紧排一下眼 那书妹是溜了 这次看到男爵控制率 苏宁更高一些 然后拿到男爵之后的胜率 主要是因为现在苏宁战绩比较好 来 开车过来 抓人 带了老贼 但是霞的留人 他就不像维鲁斯和寒冰那样 立干净 这个是一个不到的 他也是说到 下塔掉中踩一跤 那上塔自然而然 也是很容易掉的 现在苏宁破了三座外塔 也去做一波视野 现在W非常难受 回头想要留 这里留一下 留到一个Maple Maple这一步特别好走 也没有精神 人头是让Mistique拿的 这个是苏宁终于是找到了一波机会 Mistique跟Mistique很老练的配合 那这波打完W1 看能不能推中塔 他如果不能推中塔 这个拿的人头没有太大的效果 不过还好人头是Mistique拿的 他只能通过这种 一次次的抓这种小机会 然后去让自己的经济增长吧 因为现在对于Mistique来说 他还需要很多的钱 去补及后续的装备 而且就是我们平常看到 有吸血鬼那种翻盘都会去 他一来他进场比较依赖闪现 或者是火箭腰带 比较依赖这两个装备 二来的话 他就有可能会去找一些 绕后的TP眼位进场 所以吸血鬼也是 在AD位置上是必须得带 TP的一个角色 但问题就是这场 因为WE它的这个兵线 一直是背推 很担心一点就是大到30分钟的时候 大概到30分钟的时候 他这个视野做不出去 找不到一个绕后的TP眼位 土龙 WE忍不住了 这锅必须得开了 再往后拖 如果让苏宁拿双土龙 WE也不好打 这个位置 鳄鱼还没有TP过来 他这个TP交在什么位置 没有大的 他还没交TP 他回家补装备 然后再 W 这锅逼了半天 虽然很凶 但是龙是白给了 对 就是直接给了苏宁一条土龙 现在苏宁双土 过得很舒服 这锅也没拉到 现在就想开SOT 因为SOT 他虽然有个水影鞋 但他没有水影时代 还比较危险 这个阵容实在 直接蹲一下 蹲到西叶 西叶这里被顶起来 自己还没有开出太好的技能 开给金山在原地 但是应该也是等死人 没跑得下来 这个位置有点死亡找落 这个太容易分割 W刚才这个阵容 太容易被分割开了 这个让塔姆直接吞回来 是没有想到的 现在大舅子 虽然已经有了护法宝珠 但是他的第一时间进场 伤害不一定不够 他现在还得要帽子 除非大五个亿 才有机会 机会稍微大一点 或者说如果说 他要一三到四个的话 起码 这边塞拉斯和 塞拉斯和老贼 都一定要一进去 是大黑 你差 其实苏宁现在 这个赛季滚雪球 真的厉害 他是 没有 就没有说 拿到太多的人头 但是他通过推塔 以及运营兵线 然后再通过捕刀 就慢慢把经济 已经滚到了一个 四千多块五千 苏宁他不是通过那种快速滚雪球的那种方式 碾压级别的那种处理方式 而是通过就是不断的去消磨 他感觉是这个地方拿一点 那个地方拿一点 机少成多 后来就变成四五千了 你感觉每一波 W好像亏的也不多 这一波好像 掉个塔没关系 这个位置掉个塔没关系 但是亏 亏 亏 亏到现在 W最主要的还是视野 视野有点难做 如果给填两个架 再一个Q技能直接通回来 那Mistake就有点难走 虽然他有血池 有闪现 但是苏宁的追技能力也不差 现在终于是通过在上路 投资了很多的视野 让小兵 RB对小兵 是推到了上路的他 但现在W投成的是这个大龙 大龙的话 苏宁是有两个土龙在手中的 而且主要是 W他现在只能发育 他又一直给视野 因为他这个阵容 现在是开不了大龙 现在如果说苏宁去强逼 这个大龙的话 W还得硬接 不接的话就得白给 硬接 硬接因为龙坑里面 毕竟有猪妹刀妹 其实还是有发挥的空间的 我们想想 硬接其实真的有机会 因为硬接的话 Mistake只要有一个侧面进场 或者说直接把苏宁人 包在龙坑里面 那他发表环境非常好 还是有机会 现在落后的这个经济 看一下 4000 4000整 苏宁的经济 倒也不是说领先特别多 不是一个致命的一个领先 但是他经济都在比较关键的人身上 打野现在很肥 然后 而且作战能力也很强 并且有塔姆可以保护 而且塔姆现在还有水晶试带 哪怕说塔姆保护住了 保护住了这个挖掘机 你也不能说直接把塔姆控制杀掉 因为他还可以水晶解一下 一般我们看到的那种比赛 有塔姆 就是大家就会先挤火塔姆 因为怕塔姆打不住别人 但是现在塔姆本身 开始偏肉了 又变肉了 然后又出了一个水晶期待 手蛇在这边 路人眼位 这个眼神没有看到 现在是知道这里有眼 看一下这里要动老贼 老贼这里开出一个大招 不过这里应该是要被洛给魅惑一下 闪现躲掉了洛的魅惑 回头这里 华欣一开出大招 想要动 MISS 还是他最后一丝血量 是溜掉了 不过正面战场 MISS就没有那么好受了 交出闪现往后走 W这里是流泪一下 MISS MISS再交一个Q 不过这里没法闪现的异技能 是把珠美给留下 旁边还要杀一下957 957和西叶在塔下 就有最后一丝的血量 这边扛塔的人非常的肉 最终在旁边 司马老贼是击杀掉了MISS 这波打完之后 苏宁看一下他的决策 苏宁是打掉了W所有的闪现 而且能掉的技能全部掉掉了 其实刚才W一开始 想开老贼 想找那波机会 老贼反应太快了 老贼有大有闪 然后这边是没开到 对 直接开车过去 直接打 龙没了 两个土龙打得很快的 开始说到了 哪怕说W往后撤 但是苏宁的追击能力也很强 我们看 后面哪怕说 将将要逃掉的一个MISS MISS 还有这边的一个悲伤都是被留下来 大龙26分钟 苏宁拿下 W一每次感觉都是 下路比较偏后期没打出来 然后这把上中野的这个强势也没打出来 本来当备加朱美现在已经是版本最强中野了 那个MISS刚才出了一个钥匙 买了个钥匙 那应该是想最强一波了 但是这波也不好打 因为苏宁这波 他回家补的装备会补很多的 因为你看 W他现在面对苏宁的这种推进 因为他没有 来看一下回放 找机会找的不错 对 这里是想要留老贼 塔姆 然后塔姆水已经好像解了 他这水已经解了 解了这么大 然后MISS在雪池的时候 是躲掉了挖掘大招 但是后面 对追击能力实在太强了 闪现W定一下 手段太多了 再一个闪现 回拉到 这波其实一开始想着塔莎 感觉能不能换一个 但问题是 这一波鳄鱼 丢丢的有一个秒秒 威威这一波回家 我看他还出了一个引磨刀 那哪怕 待会MISS这个打出伤害 也是很难秒掉这个挖掘机了 对 吸血鬼这个要的想法 这个就是想最强一波了 因为面对孙宁有ADC的这种推进 而W又是没有ADC的一个手线 可是 其实我在想的一点就是 W还是那个问题 他这个阵容没有 手线不强 除非你出去开 你出去开才能够阻止电源推进 不然 苏宁只要他两路分带 他两路分带是可以稳破三路 因为中路已经被 中路是已经没有高地一躺 只有高地水晶 所以 W因为手线能力很弱 所以他们打算 就是不是通过手线来扭转这种局势 而是通过 就是最后再尝试一波 好 现在该稍稍给这个9一开了 9一开 那W陷入了绝境 那种绝境之下 MateStick是有传送的 如果说他能找到一个很好的眼位去踢 感觉会不会再可以迂回一波 后面 后面我看好像是没有眼位的 后面 苏宁是排得很 是 在三条人的这条路 后面是没有W的任何眼位 而且唯一一个眼还是被这个真眼发现 现在这个局势对于W来说机会很小 苏宁只要这样稳住推进的话 是可以稳破三路的 每个的这个Poke现在不疼 不疼 主要是因为打在鳄鱼和这个塔姆身上 都没有太大笑 诶 开了一个 这明镜好像是不想收兵的 这边想要打一套 这里是嘲讽到了 魅惑到了一个塔姆 但是视频没有魅惑到斯巴老贼 斯巴老贼一个倒钩 再加一个大招 他大招还没放 他是一个倒钩 把对面的血量给逼残了 MateStick这波踢下来也是保了一手队友 本来W后续是想打了 MateStick进来都感觉手都放在火箭腰带上面了 滚了一手 好 现在是直接弹不开车 带着老贼 叫他带着老贼去上路推 而且中路的这个兵线也是可能要被破的 这一炮打在兵线上确实不护不痒 前排肉啊 而且这一波再开也开不了 上一波老贼大招都没有交 是手折自己绑路的 我偷了一个刀妹大招 好疼 一技能 没有中 是被MateStick给躲掉 现在已经被破两路了 真是打得好随便破三路的 而下路 还有16秒钟的大龙buff冰线已经过来了 其实说实话 就算没有大龙buff 苏尼想要冲一点下路也是能破掉的 这个比喻双刃 因为这波猪妹大招目前还没有好 落大招也还没有好 W的开转手段比较的少 目前 MateStick丢了一个猪妹的大招 冰箱被轻了 不过还可以等 下一波 应该是让MateStick和九武器来清线 然后让刀妹在中路 在刀妹在中路 马上已经给清掉 老贼现在有了一个buff 现在九武器的这个poke 感觉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也是因为杰斯这个点前进步 能够拿到优势 来这里大招 躲掉中飞大招 老贼这里是被拖累一下 刷得非常好 再交一个闪现 一个倒沟 老贼这里看一下 血量有点残 是被MateStick给收掉了 后面这里W好像是有机会的 不过MateStick 正面是找到了腿哥的位置 腿哥这里是被MateStick给收掉 而且现在腿哥 好像MateStick是不想怪W的其他人了 因为他的超级兵 是已经进到了W的家里面 这里偷个杰斯的大招 这一波其实开的不错 朱妹大招其实开的虽然说没有大到很多人 但是他把人直接逼在了一起 导致后去MateStick的那个开团 大得很好 W是全员想要杀什么老贼 老贼这一波阵亡也是不亏吧 因为W是交了很多技能的 但是下一波W的技能又比较少 那怎么来对这个大拢推进 下一波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看MateStick的发挥了 MateStick现在已经有帽子了 这边是BUFF中有事 HAPPY不现实 男爵BUFF收益是3800 这个男爵收益应该算是比较正常 比较正常 对 男爵收益一般3000都是比较正常 但这奥票有时候打的比较凶 所以哪怕拿下大拢BUFF之后也要阵亡几元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男爵收益会是速度 或者说是几百块 刚才我们是肉眼可见 苏宁推了中上两路的高地 老贼反应很快 大招躲大招 大招躲出没了 这波等于说 把这三个人逼到了上半区 所以导致MateStick后续这个开团 开得还不错 然后这里在交闪键 但是开了花宝珠 虽然看得出来 微微想要挡一下这个异技能 但是实在是移速太快了 没挡到 然后后续MateStick以及西叶两个人的配合也是不错 所以现在W算是撑了一波 而且目前在家里附近的视野也排干净了 导致苏宁现在没有任何手段能够去 任何手段能够去就是绕后 绕后踢 再把中路的兵线给切一下 这绕后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MateStick它虽然没有闪现 但是它是可以绕后的 但是上半区蓝色方的是 W没有擒干净啊 它只是把下半区擒干净了 现在 诶 直接选择开龙了 应该是逼人过来 好 开着开了 这边打龙的速度还不错 有双土龙 诶 这边是选择重新拉开 想要留下MateStick闪现吃回来 这边是吃了一个血鬼回来 鳄鱼旁边是在留MateStick MateStick的血量是下的很快的 还要最后一点血量 快被点人点死的时候 自己是回了一口 正面是已经打野互换 这还要继续留 MateStick还要差这么一丝 先让子爷辅助阵王 这个就是能不能落下来 打着一个春歌 捞了一个刀妹的大招 是放了出去 西野这里 应该是不好回家的 诶 现在可以交个TP 开车 苏妮要偷家了 这波偷家 W应该是没法阻挡 这是开车过来 再加上一个TP 鳄鱼的TP 再配合上塔姆开车 戴斯玛老贼 苏妮应该可以一波结束比赛 老贼在疯狂地点塔 这边也是击杀掉了957 那这场我们也是可以 恭喜苏妮 以2比0 赢下比赛的胜利 拿到了下季赛的三连胜 其实在上个赛季 苏妮也是一直连胜 但是她中间 有很长一段时间连败 所以没有进入到旧赛 这也是要给苏妮提醒 如果想要进旧赛 状态一定要保时 不能掉链 而在另一边 WE 开局和上 比上个赛局更差一点 上个赛季是0-2开局 然后引上1DG 这个赛季0-3开局 对于WE来说 其实真的挺伤的 因为